歡迎收看重要智慧的解析與運用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重要智慧的解析與運用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時間最主要是介紹 英文裡面重要的一些智慧 透過他的這個字的解析 以及講解如何的運用 使得我們的這個寫作跟這個閱讀的整體提升 好看一下今天我們帶來了一樣三個這個重要的智慧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annoy annoy annoy呢它是一個極物動詞 中文叫做煩憂或者使惱怒 annoy 那麼他的這個有一個公式非常重要 他說這個字annoy呢這個字變成 分詞之后前面可以加一個逼動詞 變成一個形容詞 be annoyed 那麼後面的解析詞 特別重要一個用with with 接上人 被什麼人給激怒 那用at的話被某一件事情給激怒 那麼所以就介紹其實這個with加人 at加是 非常重要 something somebody be annoyed 好我們看一下那麼兩個例句來看一下他怎麼使用 好 第一個 the mischievous 這個mischievous 是一個形容詞 這個是很重要的單字叫做惡作劇的 mischievous the mischievous steelance 這個惡作劇的學生 annoy the young teacher 那麼使得這個年輕的這個老師生氣了 激怒他 使他惱怒 透過什麼方式呢 使他惱怒 by 我們就表 後面叫 加一個動名詞 表方法 透過什麼事情使他 他非常生氣的 put in rubber snake rubber 叫做橡皮的 橡膠 橡膠蛇呢 放在他的drawer 抽屜就以前我們 有些東西很調皮 在老師的這個前面這個抽屜下面放一個玩具的東西 玩具蛇或什麼 或蟑螂 一打開 嚇一跳 所以這個是 非常這個令這個老師非常生氣 annoy the young teacher by putting rubber snakes in her drawer 這第一個 這個是動詞 使惱怒使煩憂 那麼我們再看一下第二個用法就是我們變成分詞的 的用法 the sh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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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呢 shrew 是一個形容詞 叫精明的 狡猾的 threw supervisor supervisor就是主管 那麼super在上面 visor是在上面看著的那個人 那就是监控者 或者监视者 那麼就是主管 the shrew supervisor 那麼這個非常精明的主管 怎麼樣呢 whose annoyed 是非常的生氣的 啊 因爲什麼事情被呃 或者是什麼啊 這個是at at加 at呢 是後面放事情 就被某件事情給 啊 激發非常生氣 好 那麼對什麼事情感到非常生氣 at his step step叫員工 呃 員工 呃 員工的 很重要的單字叫 inefficiency 那麼efficiency呢 本來是有效率的 加個in 這個in呢是否定的意思 所以叫做inficiency 啊 沒有效率的 完全效率不髒的啊 這樣的情況感到非常生氣啊 那麼該啊本來應該做啊這個一定的份量結果呢 做得很少啊 做得很少啊 在一定的時間內的生產的東西很少啊 所以對沒有效率啊 非常生氣 所以就 the the through the supervisor was annoyed at his step inficiency 對員工的 沒有效率感到非常的 啊 生氣 被激發的這個 啊 怒氣啊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講到 annoy 以及be annoyed with be annoyed at的用法 非常重要 第二個呢 啊 我們叫 annual annual呢 它是一個形容詞 叫做每年的 或一年一次的 啊 每年都會做這樣事情 啊 那麼這個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在這個annual 同樣是 a n的 n的 u al annual 那麼在前面這個bi的話叫兩個意思 to 像我們講bicycle 那麼這個後面有兩個這個輪子 叫bi bi 變成這個 所謂的這個 兩的意思 那這個所以說這個叫一年兩次的 叫biannual biannual 一年兩次 那每年叫annual 這個字我們早上在新聞看到 啊 每年都辦了一個 一個什麼這樣重要的這個活動啊 重要的慶典 重要的盛事啊 通常這個annual 每年必辦 啊 那麼這第一 這是啊 這個annual 那麼annually 啊 這有一個 是這個副詞加ly 被annually annually 那麼也等於yearly 每年都必做的 yearly 啊 每年地啊 每年啊 這個 啊 付詞每年地啊 好 我們看兩啊 這個一個例句來看一下這個啊 annual的用法 好 the seminar seminar叫研討會 或者研席會啊 就我們辦的比較正式的這個啊 討論一些某一些啊 主題啊議題啊 the seminar 這個研討會呢 is an annual 每年的gathering的聚會 gathering就是一個聚集的意思啊 加ingb名詞 每年聚會 to 為了什麼目的呢 instruct 要了教導 promising 啊 因為我們知道 promise 那麼這個字有動詞名詞的意思 叫承諾 那麼 給人有所承諾的 就給人有信心的 這個叫有潛力的 加上ingb名形容詞 所以這個字非常重要 非常有潛能 有美好未來的 有美好前景 好 這個有潛力的student 學生呢 在什麼方面呢 writing 在寫作方面 要來教導他們如何寫作 特別是 英文的寫作 非常重要 所以 the seminar is an annual gathering to instruct promising students in writing 在寫作方面 應該是怎麼樣寫作 來教導 好 這是一個 他們研討會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 討論重點 好 那麼再來我們看第三個最後一個單字叫做 A-N-O-N-Y-M-I-T-Y 這個字也常出現 在很多的文章裡面 Anoni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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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節在後面 Nimity 名字叫匿名 沒有把名字寫上去匿名的 Anonimity 那麼它的形容詞呢 念法就不太一樣 它後面變成 本來造字名是 M 那它把ITY就變 O-U-S 通常O-U-S 通常是形容詞 所以叫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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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名詞叫 Anonimity Anonimity Anonymous Anonymous 那這二逢來得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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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那這個變成輕音英 和中英 在後跑到後面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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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當中英 那這邊那邊還有一個次中英 所以這個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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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nonimity Ó-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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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m-I-T-H-E-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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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I-M-I-M-I-SE 這一個形容詞 OK 我們看兩個例句 第一個 The dispute arose from escalating price say a policeman who risk requested anonymity Dispute 这个名词叫争议 争论 争吵 这个争议 争吵 这个争议是怎么样呢 Aroarise 这个字过去试 Arose from 是由什么所引发的 由什么所引起的 跟我们讲 Resolve from 有点像 就是由什么所引发 由这个 这个字呢 E-S-C-A-L-A-T 动词就是逐步上升 慢慢上升 Escalat Escalator 还有一个OR 这个变成那个 这个我们叫手扶踢 手扶踢逐渐上去 那么这个字呢 Escalate 变成 I-N-G 放在戒气时后面变动名词 就是这个所谓的 引起 从什么事情引起的 逐步上升的价格 这个价格不断的攀升 引发了争议 那么 Say a policeman 那么这个警察 那么他是这个说法 那么这个这个说呢 是who risk 一个警察 这个警察是怎么样呢 这个 这个who呢 关带子前面这个警察 那么他 request 询问了一个这个 an amenity 匿名的人 那么要求 那么他要求 这个这个他是 不想要把名字弄出来 这是匿名的 要求要匿名 好 那么这个这个正义呢 是这样 但是这个提出来的人 是要求匿名 那么他不想要把这个名字弄出来 就是ananimity 好 那么再来第二个 after finding 那么在发现呢 he had written 他已经这个是过去完成式 已经写了一封这个 这个an nominous data 这个叫做匿名的信 那发现呢 他呢 早正已经写了一个匿名信 给这个 这个老师 那么这个 在发现到呢 可能被人家找出来 找出来说 他已经写了一封这个匿名信 给这个老师之后 所有呢 当然这个所有的这个 同学指的是前面这个地方 因为他用粉尺把它省略掉 也就是说 大家都发现到他 曾经写了一封那个匿名信 给这个老师之后呢 所有的这个classmen 同学都讨厌他了 这个叫匿名信 这个叫匿名 好 那在这个字型爆发之后呢 大家原来就 还写了这个匿名信 所以大家非常讨厌他 so after finding that he had written an anonymous letter to the teacher all his classmate to him 好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 有关你今天所提到的 三个主要的单字 当然也希望整个影片 如果对大家来讲 是有帮助 不要了 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及收到我们 最新最新的篇讯息 期待 下次重要智慧的解析 营用见面 谢谢 而且 不愿意 我来订阅 这就会有点 出阶